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呢,咱们在书馆里呀 讨论了一下呢 好朋友给我留言 然后呢,提出的一些问题 今天呀,咱们就继续这大小金川之战 这条主线 接着聊着复衡出征 要说这大清国的朝廷 从这个乾隆十一年六月以来 大金川反了沙罗奔 这大清朝廷啊 开始往这个金川地区派兵花钱 这兵派了多少呢 加上这个汉土官兵啊 一共啊,也是四万多五万有余了 那要说这银子呀 那可就花扯了 总有啊,几千万两之多 这乾隆皇帝呀 虽然没有到了这个绝望的地步 但是他已然很崩溃了 据他所知啊 这大小金川一共有能打的士兵啊 也就七八千有余 当然啊,昨天咱们分析过了 乾隆皇帝这种认知 他肯定是错误的 哪能那么少人呢 这地方呢 偏居这个川西一域啊 是个弹丸之地 那我这兵都哪去了 我这钱都怎么花了呢 咱们呀,前边交代遗留够了 在这咱们就不说呀 这吐司兵有多勇猛 哎,这碉楼有多难打了 咱们就说说呀 这钱都是怎么花的 这大清国呀,往前线调配所有的粮草自众 哎,有的时候啊 连这个驼马和这个牦牛都用不上 只能用人背 这就是这大小金川的险要所在 有人说,那就靠这个四川一省 乃至这个周边的陕甘 以及这个云贵 争民赋辈 我跟您各位说啊 咱们既然这个聊历史的天 我就有一个责任 不能让您呀 再被那些呀 所谓的历史资料互弄了 这历朝历代 包括呀 我们所知道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您比如说这个秦始皇 修这个长城 您再比如说呀 隋阳帝修这个运河 这些干活的民夫啊 是从民间争来的 可是啊 哪朝哪代呀 他都离不开礼法 这绿条上写了 说你作为一个农民呢 你这一年这一亩地啊 得交这个一千五的这个农业税 并且呀 你这一个壮丁 每年得要为国家出这个公差 也就是服摇曳啊 十三天 没什么说的啊 到收成下来的时候 哎 你不管是闹了天灾人祸 也好 除了政府以及皇上给你减免之外 你就必须交这一两五 每年呢 到了这个大迅河宫 你就必须出这十三天的摇曳 当然了 我们得知道啊 这十三天摇曳 副摇曳的时候是管饭的 并且政府呀 一定要提供相应的医疗 住宿以及后勤补给 但是你记住了 这十三天呀 是义务不给钱 那比如说 这平时政府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呢 哎 就比方说吧 这大小金川之战 这政府啊 他缺了挑夫 缺了民夫了 这会儿 这大清朝廷在想用人怎么办呢 哎 您朝廷啊 出钱 雇人 那您要是总是从民间这个争摇曳 不给钱的话 那不就反了吧 那就 越是文明的时代呀 越是需要这个政府花钱来雇工人干活 而不是争摇曳 您记不记得前两天咱们说的 这四川巡抚基山 他为什么被革职查办呢 就是因为呀 有人告了他 他盘剥了这四川一省的民夫 那肯定是啊 强征没给人家钱 所以说那一提旧社会啊 您别就是这个良业一黑 说这个修长城 挖运河的 那全是强征来的民夫 那之所以对这些 当年的国有工程啊 这老百姓怨声载道 那是因为呀 这皇上家政府功期避得紧 所以说呀 才这个民间怨声载道 最后啊 才出了事 闹了反贼了 咱们之所以要说这些呀 您就知道了 这乾隆皇帝 这钱呀 都花到哪去了 您算去吗 一门这个神威大将军炮 要是从成都运到金川 得花多少钱 得用多少人 这当年呢 岳中旗啊 岳军门就算过这么一个账 说这个一斤粮食 从成都运到金川的前线呀 就要损耗一粮五 那这一粮五哪去了呀 哎这一粮五啊 运粮食的人吃了呗 您总不能指望啊 这运粮食的人 他不吃粮食不是啊 那么现在呢 这乾隆皇帝呀 想让自己的小舅子 复插复衡 到前线啊 接替这个 乐钦张广寺 去平定金川之乱 所以说啊 这乾隆皇帝就决定啊 给这个前线 增兵 增炮 增响 这个账啊 不用咱们去算 为什么呢 因为这青史稿上 它写的很清楚 发京师及诸行省 满汉兵三万五千 以布库银及诸行省银 四百万共军储 又出内堂十万被犒赏 您看呢 这个青史稿上 这几个字啊 哎 它虽然少 但是它说的很细 分的很清楚 首先呢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呢 从这个京师和各行省啊 要发这个满汉兵 这一点呀 很有意思 哎 发兵三万五啊 这里边呢 有满有汉 这可就和前一阵子 这个军队中的结构不一样了 因为在这个金川战争之初啊 也就是张广四指挥的阶段 这里边可没有满兵 也就是说呀 它只有绿营兵和土司兵 没有八旗兵 这皇老爷子的意思是说呀 这仗为什么打不好啊 哎 其中有一个原因呢 怨我 我就是心疼这个八旗部队 没让这八旗兵上 我这八旗兵一道啊 那必然是大军一道 吹枯拉朽啊 那肯定就该赢了 再者来呢 就是银子性的就给这个富衡了 拨了四百万两白银的军储 您像前段书啊 咱们也提到过 给这个张广四 给诺钦拨响 哎 四十万呢 六十五万呢 都是这么的拨 这个富衡啊 一下就拿到了四百万两 这乾隆皇帝呢 这些事情还不算 把这些都安排好了之后 这皇老爷子就把龙袍脱了 把汗摊也脱了 露出肋巴条来 拿了一个钳子呀 从那个肋巴条上啊 往下振银子 那为什么这点钱 还得从肋巴条上往下振呢 嘿 对了 因为这钱呢 是皇老爷子自个儿的 那谁花自己的钱 谁不心疼啊 谁不肉疼啊 这乾隆皇帝额外的从自个儿的小金库里边又拿出十万两白银给了富衡 说这十万两你干嘛用啊 这十万两啊 犒赏三军之用 这十万两啊 他私奉钱纯是给小舅子找面用的 这呀还不算完 据这个清高宗实录记载 这乾隆皇帝对各省调兵的细节还有安排 除乾经调派东三省及京兵共五千万 现在军营兵受上绝位族 经军纪大臣役 于陕甘二省调拨汉兵一万五千 云南调拨汉兵两千 贵州调兵汉军两千 湖北湖南各调汉军四千名 西安调拨满洲驻防兵两千 四川调拨满洲驻防兵一千 朕以允行驻该都府将军赴都统等 详佳选拨 误期汉状雄兵既勇熟练 方准入选 定期来年三月全体军营勿得一物 拒不得已老弱 脾气之人冒烂充数 现在军营内从前挑选不慎 赤量严刑财太 此次各省兵丁倒营之时 精略自闭巨石闻奏 唐有钱相皮弱充数之闭 证为过该都府将军赴都腾等诗问 从这段青石路当中啊 我们又能看出这一下子分的就更细了 从青石附近各省调拨五千的这个八旗兵 此以外呢 还专门的从这个西安的八旗住房点 和这个四川成都的八旗住房点 单门调了三千的满兵 也就是说啊 这三千人不光是八旗兵丁 并且是八旗兵丁里边的八旗满洲 还特意的呀 交代了这各都府的将军们 说你们呀挑选兵 一定要挑这个精兵强壮之势 如果被我发现呢 再有老弱病残烂于充数的话 为各省将军都统以及副都统 试问这精兵政策明确到人的 那么这钱量也有了 兵丁也派了 是不是就该说说这装备的问题了 攻坚战要想拿下一城一寨呀 那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呀 炮 要说起这炮啊 那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因为它越大 它威力就越大呀 您得认清一点啊 在那会儿可还没有开花弹 也就是说这炮啊 打出去就是一个石球 或是铁的呀 它或是牵的 还没有啊 后来一打出去就能爆炸的炮弹 那即便是这样也是体量越大呀 它这个炮的威力越大 您就比如说吧 这体量大的像什么这个红衣大炮啊 神威大将军炮啊 可是咱们刚才也说了 这蜀道难的 它难于上青天 春西的蜀道 那是难上加难 那好几千斤的炮啊 那就算了 那要说这青军 它有没有轻便的炮啊 有啊 弗朗基呀 再有就是啊 这个披山炮 可这两种炮啊 对于攻打这个碉楼碉寨而言啊 威力太小了 这弗朗基呀 是一种速射炮 因为这个装填弹药的问题啊 它后边漏气 所以说呢 它射出去的炮弹啊 威力就不足 虽然呢 这个口径还行 可它呀 打到石头城寨上啊 没劲儿 那么这个披山炮呢 这披山炮啊 它比较长 是这种啊 守城的台杆啊 守城炮演化而来的 要说这种炮啊 威力不小 射程也远 可是它口径太小了 你威力再大呀 它有局限性 轻高宗实陆所在 于是啊 就从这个京师运去了 很有威力的冲天炮 九节炮和威远炮 这几种炮啊 威力都不小 口径呢 都在150毫米左右 然后呢 这炮身也比较长 威力也比较大 即便就这样 这乾隆皇帝还觉得 这前线没有大炮不行 不是数到难吗 大炮印不进去吗 咱们干脆把筑炮的工厂啊 就建设到金川本地 并且呀 在西宁还建立了试设厂 也就是试验基地 在这儿啊 做好了这个样品之后 拿到金川再进行仿造 这一番操作下来呀 我倒是觉着还别说打了 就是听着呀 这金川呢 也应该是大劫了 这呀还不算完 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呀 都是物质上的 这乾隆皇帝呀 在精神层面啊 还给这个傅衡做了准备 皇老爷子呀 另外下旨 精略大学时复衡 携带花灵二时 蓝灵五时 以讲兵变之效力杰出者 这有朋友就说的 这管什么呀 不就是这孔雀山鸡的尾巴根吗 呦 这您可就理会错了 这赏代花灵啊 是清代军中的最高奖赏 您知道想当年 平定台湾的镇海侯侍郎吗 宁愿不要这侯爷的爵位 也要向这个康熙老佛爷呀 求一根这花灵带带 这么一来呀 这花灵在清代军人 心目张中的地位 您就该体会到了吧 怎么着 关于这个花灵是怎么赏 赏什么人怎么带 您没听明白 哎 您没听明白呀 今儿咱这书也就到这了 为什么呀 还是那句话 有的平台呀 他不能播呀 十五分钟以上的视频 您说我这是费劲巴拉坑坑叉叉的 给您的把这故事讲完了 哎超时了 归齐呢 这平台呀 他不给播 您说我这不是瞎担负功夫吗 还好啊 咱们是天天开书 天天讲 今儿咱讲完呀 咱明儿再聊 得嘞 天儿不早 您早歇着 咱们呀明儿见 我们了解 las 前厌